一旦综艺节目能有多变态 蚂蚱和光珠的新综艺坚持才能活下去 今天几个人来到一栋房子里 相对于前几期不是炸弹就是上司 在这种环境不要说待四个小时 只要广泛他们能把牢底做穿 今天的规则也很简单 只要每人保持50厘米以上 几人有说有笑话刚说完 阿雷克修喇叭在夜深冷静的敲门声 让屋里三个人瞬间起了一声鸡皮疙瘩 两个大佬也还没当场吓傻 有了就马上拔剑想跟他拼了 因为两人违反距离规定 结果时间又增加了十分钟 好 细吧这不干的节目组干啥啥不行 跟人第一名 但现在也没时间骂人 因为还得搞清楚哪里敲门 结果两个男人却让一个女人打头阵 丢人啊 大家这才知道 原来今天是纳梁特辑 一群男小鬼最怕就是鬼 剩下这三个多小时该怎么熬下去 节目组正式发来的通知 原来房间里充满了SD带 只要在这些地方待 时间就能过得飞快 由于刚才跑步消耗了太多精力 肚子现在一片空白 三人来到厨房想弄点吃的 可节目组早就布下天罗帝王 就等着他们玩离床 这游戏就没法玩 吃的没找到 时间又增加了十分钟 再这么下去 别说出去 能不能活着还是个问题 现在只要一点风吹草动 两个男人就倒地不起 为了能快点消耗时间 三人只能再次来到刚才的房间 战战兢兢的走了进去 这次一定坚持到底 可随着音效开启 灯光开始忽鸣忽暗 两个男人又慢慢抱团 剩下幽里独自在风中凌乱 但这只是小事伸手 因为更变态的还在后头 只要待四小时就能拿十万 你敢不敢挑战 你敢不敢挑战 蚂蚱和光珠的心中意 只要待四小时就算胜利 但这不关的节目主客不会惯着你 整座房子被布置成大型鬼屋 只要一不小心就会被吓得全身抽搐 蚂蚱带我 蚂蚱带我 就我要懵 儿子 开始 我 我的腹 放着我 在这 我 我 也要讓它上 等大家來到了廚房 這個遊戲就沒法玩 現在感覺全身都在發酸 看看時間還剩下兩個小時 那就再堅持一下看看 可是人啊 好了傷疤就忘了疼 剛緩過來就開始裝差 阿里哥小喇叭還有沒有王法 這還沒裝完就被打臉 看來在節目組面前還得低調點 等吃完了麵 幾人來到房間安全地帶 這樣能讓時間倒計時加快 但天底下就沒有這麼便宜的事 節目組已經準備了驚喜等著你 好嘻巴這就不是人呆的地方 開始還以為在這呆4個小時 那簡直就是傻傻水的事 沒想到三步已經五步一下 還不知道有多少激光在等著它 等幾人回到客廳 桌子上不知道什麼時候多了個蛋糕 難道結婚主良心發現 想來慰勞慰勞 現在是桌子上 我太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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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倆 大家趕緊逃 這種生日派對還是不參加微妙 幾人來到剛才的房間 只要不打開衣櫃 就看不到裡面的鬼 相對於外面 這裡還是比較安全 阿里班修喇叭现在别说四小时能逃出去 因为频频违反距离规定 时间还越积越多 这要待到猴年马月 可是不跟了节目主才不管你的死活 准备好的手段不耍出来 要怎么跟观众交代 你自己肯定一断